美国印太战略满是华丽次招 打着促进地区合作的旗号 但实际上却暴手冷战示威和零和博弈搞封闭排他的俱乐部 真正目的是把一个个小圈子融合成亚太版的北约这个大圈子 从而维持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地位 这个战略本质上是一个制造分裂 散斗对抗破坏稳定的战略 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违背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出合作图共赢的共同意愿 服务的这是美国的一己地缘政治之私利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